其实我觉得人体总是永生的 一直就是永生的 我不知道你们追求的这永生到底是什么 因为呢我们人死后了 所有的细胞啊什么都会分解掉 然后呢都会回归大自然 都会重新变为分子原子 融入整个大自然 只要山川不朽 只要日夜星辰永战 那么呢你其实已经实现了永生 为什么要迷恋这种肉体上的永生 很难理解 我活着70年应该是够了 再过下去会觉得自己很累的 难道没有曾经想要痛苦要自杀的地步吗 肯定有啊 可是你如果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 到了70岁啊80岁啊 到90岁100岁啊 你年纪越长承受的痛苦 会肯定会更难受 我不知道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都不谈永生了 但是实际上金权和全力解决不了痛苦的问题 而且实际上大家都有了这个能力之后 假如这个能力你有的话 别人也会有啊 我无所谓死和不怕死吧 我希望死在你人的身体之上 就来一发的时候就这么死了 其实我没活到那个时候 我很难判断以后是什么样子的 到时候再看吧 我这个人啊对未来啊不爱想 知道吗 我正常只考虑我三天之内的事情 你们不要老是让我思考特别遥远的东西 周易啊风水啊八字啊这类的算命的呀 一知未来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那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的血肉身体都感觉不到 我可能想三天之后的事情 我会兴奋一下 要想一年之后的事情我就没感觉了 人啊还是所有的活动啊 还是要靠自己的肉体去感觉 你们以为你们现在思考的是未来啊 实际上都不是 你们思考那个未来 只不过是今天想象的 顶多啊你们的感知啊 也只能延伸一个星期 你们的这些未来啊都是抓不住的 等到比如说你思考三十年的未来 你现在在想 可是你三十年时间到了 你站在三十年那个时间期 看到你曾经的脑子想的那个未来 绝对是两回事啊 所以你们不要浪费时间 像我 我可以想象到三天之后 我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想象多数是不会差太眼的 知道吧 三天之后我能干什么 我还在哪里 这些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东西 三十年后你在哪里 你做什么 这些都是你掌握不了的 知道吧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热衷的谈论未来